今天这茶可是我漆的 你尝尝 看看香不香 怎么了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 没错 只是 只是什么 你说 来 先坐下 这黑茶应该是要用紫砂来漆 而入秋之后漆茶也是以紫砂为夷 我懂了 我先去换 不用 这瓷杯漆出来的茶 怎么比紫砂漆出来的还要香呢 我明白了 一定是因为你亲手漆的缘故 好香啊 再喝一杯 好 你这看的是什么呀 我看的这个是玉龙泉的杖 每年 东远都会给卖服务茶 卖了最好的客商给繁点 我现在看有哪几家 上了五万两的 有两三家呢 可不 东远服务茶的生意 他们可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但大多数的客商 一年 也都只能卖万两银子上下 是啊 有一百多家呢 我倒是觉得啊 前三明当然要鼓励 但最应该翻点的 是这一百来价 为什么呢 这些客商地处偏远 再怎么攒劲 也卖不够五万两 但是努把力 多卖几千两 确实有可能的 而每家只要多卖两千两的话 但一年下来 就可以增加几十万两呢 那以你所见 超过一万两千两的 通通豆饭 我是不是又乱说话了 我呢 就是喜欢听你乱说话 少爷 王世军来了 你稍等我一下 你先下去吧 是 怎么样 我会说怎么样 您和我办的事 我都已经办妥了 辛苦了 那我先走了 小王找你做什么 现在不能告诉你 跟我还要保密啊 这件事现在没有眉目 所以暂时不能伸张 周莹 我想去跟爹说一说 让你去参加六船厅的陈慧 六船厅 陈慧 那是干什么的 那是我们吴家 太爷爷那一辈 所传下来的规矩 每日饮食卯课 我们吴家东远 所有的大管家 大账房 以及没有外出的掌柜 都要聚集在六船厅 去讨论当天生意上的分配 对 另外呢 我们吴家 东南西中这寺院呢 有许多的生意 是互相参股的 所以每个月的初一 我们寺院的大管家 大账房 以及相关的掌柜 也要聚集在六船厅 去讨论生意上的事 好啊 大家都说 东远的管家 账房 掌柜 个个都精密能干 能听他们说一句话 一定胜读十年书 十年书 这肯定是比不过 不过呢 对东远的生意 倒是能够从中得之八九 爹会让我去吗 他都不让我出门 还有你啊 让我跟着春信学绣花呢 好啊 东远现成养了这么多个绣娘 哪还缺绣花的 反倒是有经商天分的 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说我 有经商天分 你刚才那番见解 连我都想不到 是吗 是啊 你放心吧 东远正在用人之际 我相信爹一定会答应的 真香 真香 嫂子 你再尝尝 太好吃了 太香了 这谁做的啊 我做的 依小姐做菜那是一局 连老爷夫人都赞不绝口呢 佩服 佩服 吴聘哥哥也最爱吃我做的葫芦鸡 易美美 你能把这手艺交给我吗 你要想吃 我给你做就是了 不 我要亲手做给你吴聘哥哥吃 你为什么对吴聘哥哥这么好 因为他对我更好 我可以教你 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 我多答应你 就上次 你 你这样 这样 那几下 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你学那儿干吗呀 你没看到 你大婶都快被我欺图写了 可我觉得 你那个样子 真是好看 那行 我就教你一套拳法 万一将来妹夫欺负你 你就可以打他 谁欺负我 我妹夫呀 你 你好欢啊 你学不学 学 看好了 第一招 愿意要展翅 什么 错了 应该是大鹏 展翅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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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吗 腰杆 挺起来 熊奶奶 熊奶奶 大门口有人找你 她说 她是你爹 我爹 真不如推 你知道 我是亲眼所见 那寨子里的女人哪 都露胳膊露腿 漂亮一样 去哪儿了 咋一见面就踢人哪 你认识我去哪儿了 咋一见面就踢人哪